另外一种商机这个肺玻璃经过回收原型再塑 可以成为艺术品也成了另一种滤金 各式各样美丽的玻璃艺术品让人看得舍不得把视线转移 不过不说您可能不知道这一些可都是肺玻璃再回收利用的成果 在台湾不断研究废弃物再生技术不仅让回收率大幅的提升 回收量由1997年的6000公噸急速成长到97年度 肺玻璃容器回收量已经高达了194600公噸 让玻璃再发光创滤金 玻璃回收在台湾从十几%然后进步到目前已经到将近92%的一个回收率 那最主要玻璃呢它是不容易胡乱的东西 那它也有回收的价值 台湾的玻璃回收率已经可以说是数一数二 现在更进一步要参考日本的做法将玻璃应用在生活的每个角落 他们容器玻璃的再生再使用再生利用 那这一部分他们在那个政府单位对这个财务有补助 他们对回收商补助一台卡车 那目前的一个玻璃的一个使用里面就是比较倾向 国内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原型再使用 经过清洗以后直接再利用 那这部分里面是会比较有价值的 透过了回收柜的暂存再生处理 然后进行剥离再生艺术品 不仅解决了回收的问题 也让费玻璃有了新的生命 这一天新闻 张耀影王志愿特别报道